在犹大的东面,东方,有一些观察天象的天文学家,他们看见这颗星星 然后这些人就说,这颗星我们从来没有观察到,一生都没有看见我们,也没有前人古人记载过 所以神一定是在要做一件特别的事情,因为从来没有一颗星,突然之间也出现 所以这些星象学家就开始翻遍了所有的古典古籍,他们要想去查考,到底有没有前人预言过,预测过这件事 后来这些东方的博士就在古老的西伯来圣经里面,就是摩西五经的明述记里面,就找到一段解释这个星象的问题 这个先知是这样说,他说我现在看见,但不在眼前 我是远远地看见他将要降临 他说了星必出于雅各,他说了仗必新于以色列 所以这些星象学家确信无疑知道这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生王要降世在以色列 这些东方的博士就决定要去什么呢,就要去朝拜这个新将生的新生王 当就在同时,神造了这颗星星,与此同时神召唤另外一个天使 神就对着天使说,你看见在伯利亨郊外有一群牧羊的人睡在野地吗,你们看见吗 神对着天使说,你们就下去,告诉这些伯利亨郊外的牧羊人,就你们有大喜的信息要传给他们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个救助 然后呢,天使就下去,下去以后就把这个大喜的信息报给牧羊人 这些牧羊人吓得非常害怕,为什么呢,他们突然之间一群大队的天使在他们面前出现 当这个报喜信的天使讲完这个信息以后,突然在天上出现一大队的天使天兵一起赞美神 所以对天使来说,那些非常大的喜乐 所以这天使在天上他们一堂的赞美上帝 神就是创造的神,居然来到地上住在这群罪人中间 所以天使继续地详细地,并心尽气地在这里查看 天使看见了一件惊讶的事情,就是什么呢 造天地万物,造人的神,包括也是造天使的神 他居然做一件事情,就到了地上,穿上人的肉体 住在这群污秽不堪的罪人中间 入干年以后,他们看见神子就朝耶路撒冷去 天使听见神子对他的门徒说 我将要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在那里被杀 这个天使就在那里想,他怎么还要死呢,被杀呢 他死了又为什么要死呢 所以天使就跟随着耶稣,就进到科西园 然后呢,他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主耶稣在那里祈祷 所以天使就说,不,不能这样做 你能把全人类这误会的罪都扛在你圣洁的身上吗 他将要为地上的罪,所有的罪,偿还这个罪的工价吗 天使就说,神对人的爱是大得如此的惊人 三个小时,他被玄关的十字架 六个小时,三个小时以后,他说一切都成就了 耶稣死了 三天以后,神又呼召另外一个天使 他吩咐着天使,你到那个坟墓去 把那个坟墓洞口的石头给我滚开,朝上滚开 天使就去了,去了以后把这个坟墓洞口的石头从下往上移开 天使看见耶稣从坟墓里走出来 天使看见神的儿子曾经死了三天的,出来的时候毫发无损 他们看见神子在地上四十天如何向门头不同的地方 整整四十天向他们显现 然后他们天使就看见,他重返天国 他回到天国,在自己的宝座上坐下 他穿上橙金放在一边的荣耀和尊贵 然后他们听见在这个上帝的宝座上坐下的这个神的儿子 拆遣圣灵,说你要到地上去 你要住在每一个相信我,认识我,跟随我的人的里面 这个天使是到那个时候才恍然大悟 天使说我们费尽周折,绞尽脑子都想不出来的这个奥秘 神明原来是这样的 神是做了一件新事,创造了一件新的东西 而神的全新的创造居然是从那些 这群有罪的,污秽不堪的人,从死人堆里新造一个生命 当神从造宇宙万物的时候,祂是从无到有造的宇宙万物 但是神新造人的时候,新造生命的时候,祂不是从无到有 祂是从死到造一个全新的生命 祂是从有罪的,污秽不堪的,无可救药的人当中创造新的生命 祂为自己的儿子创造一个新妇 这个新妇是完美的,是无暇无痴的 是用祂自己的公义装扮一新的,装饰一新的新妇 这个新妇的名称也被称为教会 当天使看见教会的时候,天使才恍然大悟 领悟到神的无穷的测不透的智慧和恩典 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以弗所书三章的十节 说,为要借着教会